大家好,欢迎收听《安片七步》的节目 今节就想和大家讨论一下一篇文章 我认为这篇文章也颇为有趣 就是分析到为什么美国始终不能跟中国脱欧 这篇文章就是来自《华尔街日报》 报道就特别说到 通过很多企业从沿海地区慢慢向内陆推准 不少企业都跑到中西部的省份 来到寻找更便宜的土地及劳动力 虽然低成本的制造业逐渐远离先进的中国沿海地区 而近年以来美国自己在关税上推高了工厂的成本 以及中国在沿海的特大城市更关注发展高科技产业 例如电子产业、电动汽车等先进产业 其他一些较低层次的产业不停向内陆推进 而最近这种产业迁徊的速度也加快了 这种转变对中国的一些内陆省份的发展也有效地提升 同时这种做法更加有助于中国加深在全球制造业领域的主导地位 虽然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半导体 以及再生能源等关键行业都下了不少的限制 不过现在这些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 更是发现面对一个来自中国更大的挑战 这个原因也是由于人口结构出现的变化 也就是意味着制造业的劳动力正正缩减 这个情况不是中国独有其他国家都出现类似的情况 不过这个转变还需要很多年的时间 在美国以及其他美国的盟国也推出了不同程度的补贴 以及鼓励的措施 说服一些企业去到当地设厂离开中国 但是美国的学界就不是这么看的 哈佛大学的经济学教授Gordon Hansen就表示 在海建的将来 中国会成为全球制造业的最重要的参与者 为什么他会这么说呢? 他认为自2018年年初以来 有不少本来在沿海省份的工厂 就将他们的生产慢慢向内陆迁征 在过往中国的工业经济重镇 就在珠三角和长三角 现在已经是向外扩散开去了 而来自中国中西部 15个省份的出口 更加出现猛增94%的情况 而根据CIC的官方数据更加表示 在2018年8月至12月里 内陆省份的总出口额 达到6300亿美元 超过同期印度的4250亿美元 和墨西哥的5900亿美元 以及越南的3460亿美元 这么多的内陆省份 加上可以超过别人一个国家 从中可以想象得到 中国的内陆省份的生产力 也被成功激活了 还有一点就是 从2018年的时候 就有不少的西方国家 就希望从他们的生产 由中国迁去其他国家 虽然有这样的情况 但是在中国内地的出口增长速度 仍然是远超于其他的制造业大国 是刚才我提及过的 印度、墨西哥和越南 自从新冠疫情爆发之后 这些西方国家也出现了 全球的供应链重组 本来在2018年的时候 墨西哥的出口量 也曾经超过中国的内陆地区 但是到了2020年的时候 就被反超 至于中国的沿海省份 当中包括广州和深圳 凌波和上海、青岛和天津 到今时今日 仍然是制造业的重镇 在以前的时候 有不少中国人就从农村 去到沿海城市的工厂工作 但是到今时今日 这种趋势似乎就已经不再存在了 很多企业为了争夺员工 导致沿海地区的工资也大幅上涨了 而根据中国国家统计稿的数据 至2021年的十年期间 平均的年工资增长竟然高达一倍多 这些沿海城市 由于不少年轻人更接受过良好的教育 很多都不再愿意继续做黑板 而又沉满的工厂工作 反而更加对服务业的工作更有兴趣 而正因为这个原因 也令不少企业决定要向内陆地区推准 这个原因始终希望可以寻求一个更便宜的土地供应 以及法规上更宽松的条件 这种转变 《华尔街日报》也和美国以前发生过的历史相提并论 因为美国在二战之后 他们的工业重镇也出现迁移的情况 而正因为这个原因 美国也大力兴建高速公路以及港口 这样就能使得一些内陆的大城市所生产的产品更加容易运出去 同时这些工厂搬到内陆都是希望享受更加优惠的政策 以及工资更加便宜的工人 现在中国这个转变也令沿海地区的发展集中了最先进的制造业 而内地更加内陆的省份就承接了过往较低端的制造业 而根据中国海关的数据 但是中部的省份湖北省在2018至2022年期间 当中的化学品、金属以及汽车重工业产品的出口就增加了一倍多 至于服装、玩具、家具等等劳动物集业的行业就增加了90% 尤其是内陆省份包括武汉等等的地方 对不少的企业来说都是很吸引的 因为这些地方都有先进的公路、铁路 以及沿河流的地区来帮助这些地方的发展 其中的沃伦增压制造商Gary Moten 刚刚6月份就表示这间公司在他们武汉的工厂 也成功将他们的产能扩大达到50% 现在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生产越来越依赖 反而感到越来越不安 因为中国不单能提供廉价的家具玩具 甚至乎智能手机、机械以及汽车方面 现在都已经可以直接跟西方的制造商竞争 虽然美国也有对不同的产业进行补贴 希望藉此吸引更多的制造业回流到美国 除此之外 美国还更加限制中国去获得一些技术 因为他们就怕中国会将西方的技术用在军事用途的麻磨 例如像半导体那样 至于因为疫情而遭到重创的中美关系 有不少的美国公司 它自己都不知怕什么 就怕吃饭,就离开了中国 这种做法更加是令到全球供应链重新塑造过 不少美国公司也落实了要减少对中国生产的依赖 但是不少的经济学家都认为 这样做到最后其实都是得不偿失的 在2022年的时候 中国的全球商品出口份额就为14% 这个数字较2021年稍为下降 排名第二的是美国达到8.3% 排第三的是德国6.6% 结论就是西方企业将中国的工厂搬到其他国家 可能对中国的制造业影响不大 因为这些工厂到最后仍然需要依赖中国的供应商提供原材料 甚至零部件 那中国又有什么优势可以应对这个所谓的 全球化的供应链重新塑造的问题呢? 其中之一就是中国有的规模 在上世纪的日本韩国和其他东南亚国家出现工业化 这些国家都放弃了纺织品、家具产品等等的制造 从而将他们国家的产能集中到一些较为高端的 汽车甚至乎消费型的电子产品上 相比之下中国本身就一直对各种商品和制造方面保持着一个平衡而能控制得到的局面 这样也可以证明得到 这种方法就算面对中国工人工资持续上涨 但是对工厂的生产成本都仍然可以维持在一个低水平的 除此之外中国一直以来都透过不少国内的银行提供廉价的贷款 还有中国在物流上的成本相比起很多国家都是非常小 甚至乎比印度还少 中国在物流上有成本优势 这是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超越的 所以结论就是 这些西方国家希望将他们的生产从中国迁出搬到越南、印度、孟加拉等等的新兴制造业国家 希望可以去风险避过中国的竞争 但是这种想法实在太天真了 因为中国的竞争仍然存在 而这个挑战仍然是非常巨大的 所以到最后如果要将工厂搬到中国 可能一时三刻会有成本上的效益 但是从长远来看 这个也是得不常失的做法 好了 今节就说到这里为止 下次回来再和大家分享其他话题